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黑镜系列 黑镜,方舟天使 女主是名单亲妈妈,有个可爱的女儿 日子过得也算幸福 这天,女主带女儿去公园玩 遇到了朋友,聊了一会儿 结果女儿走丢了 女主满世界寻找女儿,都快疯了 还好一个好心人遇到了小女孩 将她送回到了女主身边 自从发生这件事后,女主有些过度紧张 总担心女儿会不见了 然后女主带女儿参加了一个叫方舟天使的项目 这个项目会在女儿大脑中植入监测器 这样女主就可以通过控制屏看到女儿的地理位置 女儿的视角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就是当女儿看到恐怖、雪星 令人感觉不愉悦的画面时 女主可以开启过滤功能 将这些画面变成马赛克 并且也不会听到声音 女主开始觉得不会用到这个功能 直到这天,女主带女儿出去 路边有一只很凶的大黑狗 女主怕女儿害怕 开启了过滤功能 于是大黑狗变成了马赛克 确实有了这个功能 女儿再也不会看到令人不愉悦的画面了 而且女主还可以时刻知道女儿在做什么 在哪里 这都令女主感觉很安心 这天,女主去上班 女儿和外公在家里画画 外公突然生病 倒在了地上 让小女儿去打电话 但是用了过滤功能 女儿眼前的画面只是一团马赛克 而且女儿也听不到外公的声音 还好女主通过控制屏看到了这一幕 没有酿成悲剧 之后小女儿长大了一些 开始上学了 外公也去训了 女主在墨碑前哭得很伤心 但小女儿看到妈妈的脸也是一团马赛克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于外公的去世也没有感到悲伤 可能是从未看到过悲伤吧 这天,女儿去上学 同学们在看打架的视频 女儿却看不到问他们在看什么 同学们也知道 女儿带有家长标识是看不了的 于是男孩说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我描述给你里面的内容 但是当男孩提到打架 鲜血等词汇时 女儿看到的也是马赛克 还听不到声音 晚上回到家 女孩用画笔画出了鲜血的样子 但画完后也变成了马赛克 他迫切地想知道鲜血是什么样子 于是用铅笔戳自己 女主看到了这一幕 去阻止女孩 结果女孩直接打了女主一巴掌 女主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带女孩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女主 女孩并不是心理疾病 建议女主不要再使用方舟天使 这个项目已经被禁了 肯定有弊端 虽然女主无法移除女儿脑中的植入物 但是可以停止使用那个控制瓶 为了女孩的未来 于是女主决定关闭这个控制瓶 让女孩去接触真实的一切 这么多年来 女孩才发现上学路上看到的马赛克 是条大黑狗被吓了一跳 到学校后 女孩看到男孩和别人打架 第一次看到鲜血的样子 告诉男孩 妈妈把控制瓶关了 于是男孩又让他看了一些色情恐怖血腥的视频 女孩很震惊 不知不觉 女孩已经15岁了 再也不怕那只大黑狗了 和妈妈相处也很开心 这天 女孩在学校里遇到了男孩 男孩已经辍学去打工了 他与女孩出去玩 放学回家后 女孩告诉妈妈 自己要和女同学去看电影 一番打扮后 女孩出发了 女主也打扮了一番去约会 晚上一群人聚会 男孩问女孩是否抽烟 女孩也尝试了一下 女主这边约完会 打电话给女儿 但没人接 于是女主又打电话给女儿的同学 结果同学说女儿根本没和他们在一起 根本没有去看电影 女主很担心 回到家后 发现女儿也没在家 无奈之下 女主再次打开了控制瓶 结果正看到女儿和男孩在做羞羞的事 女主很崩溃 但不敢去找女儿 怕女儿知道自己打开了控制瓶 只好不停地看女儿的位置 之后女儿回了家 女主假装不知道女儿做了什么 日子还像往常一样 但是女主又开始使用这个控制瓶了 只是没再开启过滤功能 这天 女孩再次和男孩约会 原来男孩除了打工还偷偷运送毒品 女孩想尝试一下 但男孩说自己只是运送赚点钱 不会去尝试毒品的 也不让女孩尝试 可女孩一直恳求 男孩就让他尝试了一下 而这一幕刚好被女主看到 知道女儿在吸毒 女主很崩溃 女主将这一切的原因归咎到了男孩身上 通过面部识别 找到了男孩的姓名 工作地点 然后女主来到了男孩的工作地点 警告男孩不要再靠近自己女儿 而且他们做什么他都知道 如果男孩再靠近就报警 男孩看到女主还保留那个控制瓶 很害怕 只好答应了女主的要求 之后女孩给男孩打电话 男孩都是直接挂掉 他去找男孩 结果男孩也只是说 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而已 女孩很伤心 但日子也算回归了平静 可还没几天 女孩在上课时 感觉有些恶心 还吐了 经过校医检查 告诉他 呕吐是因为服用了避孕药 但女孩自己明明没有服用过 他突然意识到 这可能是妈妈做的 女家翻垃圾桶 果然找到了避孕药 也发现了女主还在用那个控制瓶 从控制瓶的记录中发现 是女主让男孩离开的 而且还看了自己和男孩羞羞的画面 女孩很生气 决定离家出走 这时女主刚好回来 两人争抢控制瓶时 女孩不小心开启了过滤功能 还打了女主 但女孩看到的是马赛克 也听不到女主在说什么 于是不停地打 直到控制瓶被打坏了 过滤功能关闭了 才看到女主被打得满脸是血 女孩被吓到了 但看到这一切的女孩 第一反应却是选择逃跑 之后女孩离家出走 女主醒后 在街上发疯似的寻找女儿 故事就到这里 家长们为保护孩子 总是控制孩子们 所看到所接触到的事物 让他们生活在家长所创造的乌托邦中 可世界不是乌托邦 现实很残忍 就像影片中的女孩 接触到的性启蒙是在黄篇中 又遇到了不靠谱的男朋友 自然不知道采取保护措施 如果真的怀孕了 所遭受的痛苦 同样会让女孩了解 面对两性这件事 所以家长不说 不代表孩子不会知道 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 总有一天会知道 只是所知道的方式 比你的教育来得更残忍 而好的教育 是让孩子们去了解 去面对 并不是一味的保护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感谢您的保护措施